鮑魚跟九孔 大家觀眾朋友 可能又要再重新來學習一次了 鮑魚跟九孔呢 你從外表上面 不是杭家的人很難分辨 對 對不對 要從殼 對 它的殼比較粗糙 比較粗 鮑魚的殼比較粗糙 對不對 九孔的殼 比較油 比較油 比較皮 來 厲害 你說真的鮑魚課 九孔的殼 你怎麼分 你沒辦法分啊 分不出來 所以有很多不好的商人 他們就是那個 泥貓換泰紙 就跟你講說 隨便跟你講說 這個鮑魚其實是九孔 你分辨不出來 但我們交官朋友怎麼分辨 剛才大哥說得非常清楚 一樣上面是這樣有幾個氣孔 但它的皮 它的這個整個殼是粗糙的 對 比較粗糙的 那相較於九孔是比較平 也是有氣孔 九個的 但是它比較平 我們也只能用這樣來分辨 再玩 推進